大家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君子兰 进入三月份下旬直到四月份开始 我们养护君子兰足了给他充足的养分之外 也要给他做好一件事 就是给他预防病重害 当气温持续的回暖 也就是各种病重害的高发期 比如黄化病、预酌病 或者是月斑病等等的一些病害 是最容易感染的 因为在气温暖和的同时 他就会大量的繁衍 所以预防大过巨瘤 我们只要做好了 就不用担心脊珠被一些续菌侵害 像我这些君子兰给他预防的药物 最常用到的也就是这种甲肌瘤菌磷 因为这种甲肌瘤菌磷 它是一种内心型的 而且是广浦性的 它既有较强的渗透性 可以有效的把脊珠体内的一些病原菌 有效的杀灭 它是一种针对性的 针对黑斑病叶斑病等等的一些病害 当我们定期的14天给它喷湿一次 有病害的可以继续的把它救治好 没病的也可以作为预防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叶片已经出现边缘干枯发黄了 如果没有继续的给它进行杀菌的话 它会继续的蔓延 整个叶片就会出现发黄 慢慢的感染整个脊椎 到最后就会出现死亡的症状 如果在家庭使用节的使用这种甲肌流菌磷 需要吸吸水喷洒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小粉药塞腹炫胺 因为它是一种颗粒状的 又是内虚型的 我们只要把它撒到盆土边缘就可以了 这样就有效的被脊珠吸收 而且它会渗透到毒药里面进行杀菌 这样也能起到很好的预防杀菌效果 它的药效期为40天 非常常在家庭使用 非常方便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君子栏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